红糖长相有区别 到底哪种好 傻傻分不清 我们是放什么东西了吗 熬制红糖有蹊跷 绿色的汁变红色的糖 究竟放了啥 红糖补血被质疑 能补血是真相 还是谣言 谁知盘中餐 好红糖对你说 马上播出 追根素颜碳产地 量化食盐变真伪 水之盘中餐 让您吃得明白又鲜安 今天我们要验的是一种 暖心又甜蜜的好东西 您看就是它 红糖 都说红糖让人气色好 那不过为什么 今天我们要说红糖呢 就是我发现 平时的市场上 买红糖的时候 会发现一个问题 价格差异特别大 您看都是红糖 但是这种是42块钱一斤 但这种红糖您看 才9块钱一斤 那同样都是红糖 为什么价格差异这么大呢 那究竟什么样才是好红糖呢 那真的是越贵的红糖越好吗 今天我们就派出探寻小分队 来到著名的手工古法 红糖产地之一的重庆开州 来探究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好红糖 南门镇位于重庆市开州区南部 在这里几乎家家户户 做着红糖的声音 我们的探寻小分队 今天就来到了开州 寻找这地道的南门红糖 对我的 总部的变得出了 就是订阅 银行的 科学那币 是对 nya 币国力的 那些贾差异 然是短心的 那边 肚子 我们的经兜 肌配 这边 独生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此盛产甘蔗 在每年11月中旬到12月底是甘蔗丰收的季节 而开州的红糖必须由当天的甘蔗榨汁熬制而成 此时的甘蔗地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砍甘蔗最为重要的就是文准狠 一刀砍下去利落干脆 手起刀落 甘蔗倒地 她叫贺雪梅 是这片千目甘蔗林的负责人 也是南门古法手工红糖的带头人 嗨 你好 小梅姐是吧 嗨 你好 您这是在树甘蔗是吗 在孔甘蔗 我看咱这个甘蔗都是绿色皮的 咱这个是什么品种 我们这是那个八号品种 做那个红糖叫甘蔗 它的含糖量挺高的 我看这个上面有这个白色的这个霜 然后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上的那个甘蔗的糖霜 就代表这个甘蔗是成熟期 就要做糖了 那这个也可以就是可以生吃吗 可以生吃啊 那生吃起来是不是也像水果甘蔗一样甜呢 它很甜的 只是比那个水果甘蔗要硬一些 甘蔗表皮一般分为紫色和绿色两种 紫色皮的就是我们常吃的水果甘蔗 绿皮的通常用来做糖 砍的时候好砍吗 好砍 它是脆的 要不要你试一下 好啊 好啊 信心满满的记者举起镰刀 对自己第一次砍甘蔗大战充满了期待 要砍这个位置 这门砍不到啊 砍 使你砍下去 比起这农门的利落刀法 记者第一次诚实的效果并不进入了一意 砍了乱飞 看不过 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这一根甘蔗太重了 我都举起来 对 这一根甘蔗的话 就有十斤左右了 而且这个叶子会不停地刮到脸 它就是不带长翅的葱花 是时候让我品尝一下 我的这个劳动成果了 这是必须的 你这才是手起刀落 这个细一点 就是会好咬一点 对 要不然粗的是不是就是太硬了 咬动了 你尝一下 这个甘蔗的甜度 把它拿一下 好了 你看它多脆 好 真的很脆 确实很硬 对 像我这种牙口不太好的 都有点嚼着困难 好的甘蔗才是做红糖最根本的保证 青皮甘蔗比紫皮甘蔗硬 密度大 甜度也更高 它很清甜 由于不失农药和化肥 吸进嘴里的甘蔗汁甜味纯粹 不带一丝苦素 甘蔗的糖润含的是有18个点吧 砍好的甘蔗会用甘蔗叶捆成捆 而这捆甘蔗也有这一套窍门 两只手必须松松地握着甘蔗叶 顺势向一个方向旋转 就把甘蔗叶拧成了一根绳 老乡的这一波操作又引起了记者的好奇了 是这样吗 那我来试一下吧 要点好不好 真的呀 不难不难 不难不难 是这样吗 啊对对对 可是这都断了感觉了 随它去转动 然后随它一起啊 就这样 这回来了 对 这回来了 对了 这回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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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给你看见吗 好 还能煮 好 还能煮 是这样吗 哦 它含去了 刚从地里采下的甘蔗带着一股特有的清香 混好的甘蔗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被运回糖厂 以保证甘蔗的水分不会流失 刚才我们记者品尝了青皮甘蔗 觉得比紫皮甘蔗甜一点 事实果真如此吗 那我们就先测测这个红皮的甘蔗 我们测的是吧 甜度有多少 好 测一下 14.3 好 现在测的是青皮甘蔗 20.6还是差很多 对吧 您觉得这个主要的甜度差距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这青皮甘蔗 你看它没有水果甘蔗那么粗 然后它的甘蔗的话 它是那个用的品种 它是那个老品种 是8号甘蔗 然后它的粗糖率的话比较高 我们这个甘蔗的话 10斤甘蔗就可以提1斤糖 那小梅姐你看 咱们这个青皮甘蔗和红皮甘蔗的甜度 差好几度 同样一根甘蔗 就是它的顶端 然后中间 还有那个底部 它这个甘蔗是不是的甜度也会有差别呢 应该是有差别的 我们马上测一下好吧 好啊 那咱们测一下吧 先从底部测走吧 好 这是底部 好 这个底部的甜度是20.8 这是谁挑的甘蔗 这就这么晚点 就随机拿了一个 对 好 我们来测一下中段的甜度 19.8 然后那我们现在再来试试这个顶端 看看到底哪段更甜 行 那我继续砍甘蔗吧 好 来继续砍 好 这是我们的同一根甘蔗的底部 真的是要好几刀才能砍下去 16.6 好 学是比较大呀 对 我们就要用那个科学的那个证明 对对 用事实来说话 对对对 那我们以后要告诉大家就是 吃甘蔗的时候一定要吃那个 还是吃底部啊 了解了红糖甜味的来源 那青皮甘蔗是如何幻化成美味红糖的呢 到底应该是什么颜色呢 网上有很多种说法 带着这个疑问 我们去看看红糖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吧 当天砍摘的甘蔗运到糖厂后 首先要做的就是清洗和榨汁 一走进糖厂 满院子飘着甘蔗的清香味 这也是炒的红糖特殊香味的来源 我看这个汁都是泛着绿色的 对对对 它是绿皮甘蔗 然后压在了橙汁的时候 它的那个汁水的话就是绿色的 然后你看这边吧 它通过那个池子沉淀 一共是通过六次沉淀 红糖的制糖工艺有着上百年的历史 其熬制红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纯手工制作 三个师傅合作完成 经过层层过滤熬制 把糖浙水依次从一口锅往另外一口锅里咬 从稀到浓 每一口锅都有层次不同的火破色 而最后这口锅掌握了整锅糖的火候 不能多一分也不能少一分 要百分之百的准确 而这口锅必须有着几十年熬糖经验的师傅 来亲自完成 火候差值好厘 整锅糖就全作废了 糖汁经过三个小时以上的熬制 而判断出锅的时间只有十秒钟 火候如果大一点 红糖就会焦 火候如果不够 红糖颜色也会浅 香味也出不来 半壁砖墙十几口大锅 沿袭了多年的记忆 就这样心火相传 古法红糖的熬制 全凭熬糖师傅的一双手 所以无法达到量产的需求 如今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 对食品安全也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小的手工制糖房 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南门红糖由于纯手工制作 既要保证红糖的品质 又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那手工红糖是不是就不能量产了 我们的一个现代化的红糖加工厂 这个工厂看上去就是很高 然后就是层高很高 然后好像很宽敞的量 对对对 我们按照现代化的标准在做 用的这些材料都是食品级的 公共效果也还比较好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那个 正在熬糖了 先看一下 熬糖了 对对对 师傅现在是在干什么呀 他们现在就在搅糖 现在这个时候的温度都达到到一百八九十度了 锅底下为什么没有火呢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秘密 待会儿告诉你 这个是什么呀 这就是我们那个锅里倒在这里面来的那个糖 要不要尝一下 来尝一尝 这颜色是有点发黄的 好像和我以前在市场上买的不太一样 好的红糖吃在嘴里有种蜂蜜的味道 不用嚼 含在嘴里就化开了 也因其细腻的口感被誉为东方巧克力 红糖的颜色根据生产工艺和甘蔗原料的不同 颜色也会有所区别 好的红糖外观呈褶红色 从青绿色的甘蔗汁变身成褶红色的红糖 其中是否添加了什么特殊的原料呢 赶紧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我们这一锅这个甘蔗汁 这一大锅大约需要多少甘蔗 能榨出这么多汁来 这一锅的话 要一千多斤甘蔗 才能熬出这么多的糖水来 这个锅的作用是什么呢 熬煮把它煮开 煮开了要把它的那个果泡把它打掉 我们第二个锅的话都是经过沉淀的 再次沉淀过后的甘蔗汁变得清透起来 站在锅边就能闻到这汁的清香 刚才那锅的汁还是绿色的 等到了这就变成红色的了 对呀 我先不是说了一道吗 那些是糖汁了 糖汁在经过这一道的锅把它烧开 它就已经变成防色 都已经快要成糖了 我们是放什么东西了吗 我们的这个手工红糖里面 就不放任何的东西 它都是通过蒸化的糖化的过程 然后变成了那个红色 原来甘蔗里面主要是蔗糖 蔗糖溶液在长压下 经过长时间的加热沸腾 就会发生转化 变成金黄色 再经过不停炒制 变为褶红色 而制堂师傅的搅拌手法和力度 精准与否 直接关系到红糖口感的好坏 打砂是整个熬糖工艺中 最关键的一步 有经验的老师傅 全凭一双手 来把控红糖最终的口感 熬糖师傅们 用铲子不停地翻搅糖汁 使糖粒均匀地分布 一滴糖汁中 这样吃到嘴里 才会有沙沙的感觉 究竟要打多久才能起沙呢 十几分钟啊 熬这红糖到底是用什么加热的 我们现在熬糖的话 就基本上没有使用那个煤炭了 现在我们就是用那个锅路 用天然气 然后再用蒸汽去熬制那个红糖 精准把控每一步熬糖的温度 是制堂的关键 温度的把控对熬糖来说至关重要 我们那个锅 那个时候烧一层锅吧 它的口感又差 还有杂质又比较多 现在你们沉淀也好 它以前的口感始终带富 它用的锅是直接接住锅 熬这好的红糖 在包装车间进行最后的定型和包装 这里面又有什么窍门呢 每一块红糖的话 它是用三次然后才成型的 一整块红糖 为什么要经过三次的添加 它层次翻杀起来 颜色很漂亮 吃起它沙沙的 经过一层一层的冷却 漂亮的沙馅就这样形成了 好的红糖通过物理方法熬制而成 全程没有任何化学成分的添加 因此当气温达到30摄氏度以上 红糖就会融化 这也是纯手工红糖的特点之一 在开州有一种红糖做的小吃 欢喜头 深受当地居民的喜爱 而红糖是今天这道菜的主角 红糖的品质决定了它的口感的成败 欢喜头 必须采用开州当地的南门红糖 热锅凉油 小火慢熬 还原出红糖褶红色的清亮糖汁 将红糖汁浇在炸好的糯米球上 这道老少皆宜的开州小吃 就做好了 满满的香味 吃起来没那么腻 之前演播室里提到的两种红糖 为什么价格差别那么大 它们到底又有什么不同呢 你看像这种 精状比较明显的 同时颗粒比较粗大的这种 它其实是赤砂糖 那像这种颗粒比较细的 是红糖 其实我觉得用手一摸 手感就会很明显 这种其实就比较粗 这种摸起来比较细腻 还有一点点粘手 我觉得尝一尝可能口感上也会有区别 这个尝起来是比较细腻的那种口感 这个虽然也是很甜 但是吃起来是渣渣渣的声音都会很大 明显的颗粒会比较粗 红糖和赤砂糖都是以甘蔗为原料的 红糖是经过涂法蒸发熬制而成 而赤砂糖是加工白砂糖剩余的 未经脱色的糖渣 是白砂糖的副产品 因为红糖和赤砂糖 它的制作工艺不同 所以说价格相差比较大 另外还有一点 去超市购买红糖的时候 咱们可以关注一样东西 就是配料表 上面可是有玄机的 咱们一定要购买正面印制的是红糖 配料表中也写明是红糖的 赤砂糖和红糖是总算弄清楚了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一直困扰大家的 也包括我在内 自古以来红糖就被我们称为补屑的佳品 不过最近有位网友去发了一个问题 说红糖补屑这事根本就不靠谱 红糖到底能不能补屑 网络上一个知名论坛中输入红糖水补屑吗 会发现大量的回复都在质疑红糖水 没有补屑的功能这个问题 有的跟帖回复接近三万条 网友说红糖根本不能补屑 红糖就是糖 我们喝的就是糖水 也有网友说喝红糖水感觉舒服了 不是红糖的作用 而是热水的作用 网友说的有理有据 似乎要改变我们对于红糖的印象 难道从小喝的红糖水真的不能补屑吗 红糖补屑的观点历来有知 中国自古就流传 女子不可百日无糖 说的就是红糖 几乎没有哪个女人坐月子是不吃红糖的 难道她真的没有补屑的功效吗 真相到底如何 红糖到底能不能补屑 谁知盘中餐为您检验 要想知道红糖到底能不能补屑 我们首先要知道 贫屑主要是由于铁元素的缺乏造成的 所以说要想补屑 首先要补充身体中的铁元素 那么红糖中的铁元素含量究竟有多少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红糖 送到专业的实验室进行检测 我们将红糖样品送到专业实验室进行检测 样品配成定体机容液 用光度仪进行测定 结果显示红糖中确实含有铁元素 含量为每100克中2.2毫克 通过与其他食物中铁元素的含量对比 我们发现红糖中铁元素含量真的是不高 那人体每天对铁元素的正常需求 又是多少呢 成年男性的铁摄入量每天是12毫克 那么女性的需要量是每天20毫克 在孕期和哺乳期呢 这种需要量要更高一些 按照专家给的数据 我们来计算一下 以成年女性为例 每天对铁的需求是20毫克 那么如果仅仅我们靠红糖来补血的话 仅仅是为了满足日常所需 我们每天需要吃到多少红糖呢 一碗够不够 再来一碗 还不够 咱们得来上这四碗 也刚刚够我们一天基本量 原来每100克红糖中 铁元素的含量2.2毫克 那如果想达到每天20毫克的需要量 就需要近两斤的红糖来补充 如此多的红糖 根本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吃掉 看来靠红糖补血确实有点难 既然如此 红糖真的是毫无补血功效 只是一种糖吗 我们来请教一下专家 红糖是一种初榨糖 也就是粗加工得到的糖 它的营养成分比白糖要高 而且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它有温补和驱寒的功效 但是红糖的铁的含量是比较低的 而且这种铁是植物性的铁 不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和利用 那么我们建议就摄入动物性的铁 像猪牛羊肉 还有动物血 动物肝脏中的铁 这些铁含量比较丰富 而且容易被我们人体消化吸收利用 所以建议使用动物性的铁来补铁 红糖中含有的铁是植物性铁 用来补血效果不太明显 但传统制法熬制的红糖 含有葡萄糖 果糖等能量物质 可以为身体细胞提供能量 另外红糖中的液酸 微量元素 和大量的抗氧化物质 可加速血液循环 具有增强身体新陈代谢的功效 因此红糖是一种传统的营养佳品 如果您还有关于餐桌 或者是农产品方面的问题 欢迎您和我们随时联系 我们来帮您探寻 帮您验证 好了 今天的水质盘冲餐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